你好,今天由宏晉和大家一起看看天氣 今天我們受到高空擾動的影響,天氣不太穩定 早上出現了帽子,亦下了一場大雨 不過到了下午的時間,雨稍微收細了些 大廚日來計,我們都是比較多雲的 偉新聞可以見到,一度雲大今天覆蓋著南海北部和廣東東部地區 早上的雷達照片可以見到,今早已經在我們的雨區 在下午的時間,已經是移到香港的東面 所以今晚的雨稍微揭一揭,不過到明早的時間 大雨又會回來 今天全日來計,西貢、九龍、香港島和大嶼山 就是六個超過30毫米的月亮 氣溫方面,今早六島最低氣溫就是19度 現在沒甚麼陽光,氣溫上得不多 最古氣溫都是上回到21度 預測今晚和明天天氣會大致多雲,會有幾陣驟雨 明早早會有幾陣狂風雷堡,雨勢會較大 下午就雨勢會減弱 氣溫就會介乎18至21度 方方面就會吹和緩東南風 至於接下來幾天天氣怎樣,看看遙暴圖 雨的高會擾動會繼續影響我們 所以接著一兩天,我們依然會間中有雨 另一方面,預計一度冷風在周末期間 就會橫過廣東元朗地區 所以接著天氣就會轉冷 因此展望,接著一兩天會間中有雨 而星期日天氣會顯著轉冷 下星期初和中期會持續寒冷 大家便要留意天氣變化 今天天氣講到這裡,再見